众所周知,火影中的忍者通常都依靠忍术战斗,但是雾影村有这么一群,整天拿着刀的砍王,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把专属忍刀,并且每把刀都有自己独特的样貌甚至是能力,他们就是忍刀欺忍众,那么今天阿三室来盘点一下,除了忍刀欺忍众之外,火影中还有哪些忍者拥有自己的专属武器? 一,波风水门,说到水门,小伙伴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冠绝火影的速度,靠成黄色闪光的他凭借飞雷神之术,被粉丝们誉为火影最快的男人而使用飞雷神之术,就必须用到飞雷神术室,因此水门在最常见的苦雾上留下飞雷神术室,利用苦雾发动飞雷神之术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不过水门的苦雾形象区别于一般的苦雾,是类似三尖两刃刀的样子,在火影中水门是唯一使用这种苦雾的忍者,因此这 可以说是四代的专属武器了,二,圆飞日展,他的专属武器是金刚如意棒,是由他的通灵兽元魔所变,咱就是说这武器不能说是和金箍棒很像吧,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他拥有超强的硬度,并且可长可短,能趋能生,如果想完了那一定是你们自己的问题,跟阿三没关系,三,圆飞阿司马,说完了老子,咱们再来说说儿子,阿司马的专属武器是一对查克拉刀,这种武器由特殊金属打造,使用者可以将自身查克拉注入刀身,使其增强威力,剧终的名人修炼螺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阿司马查克拉刀的影响,四,索紧,索紧施展超尾兽化用的画笔也算是他的专属武器,使用画笔画出的猛兽会从卷轴上跳出来,这些动物不仅可以攻击敌人,甚至画出的飞鸟还可以用来骑成,唯一的缺点就是怕水,索紧的忍出在火影中极具特色,堪称火影中的神必马良,五,麦特凯,凯皇的形象据说是借鉴了李小龙,那么他的专属武器自然就是双截棍了,在剧中,凯皇双截棍一共出现了两 次,第一次是在营救我爱罗的时候,使用双截棍与拥有焦机的鬼焦战斗,第二次则是在第四次人间大战中,面对手持团扇的带徒,凯皇掏出了一副样子更好看的双截棍,与之进行战斗,由此咱们可以看出凯皇使用这种武器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毕竟两次战斗的对象都很强,六,手局,手局的专属武器是一把三星扇,他最擅长的战斗方式就是使用这把扇子释放出大范围的封盾人数,上面有个像金箍棒的武器,这里又来了个 像芭蕉扇的,致敬一听都是致敬,这把扇子跟吹风机一样,可以进行调挡控制风力,每露出一颗星,威力便会加强一分,只露出一颗星时删除的风力是最弱的,当露出三颗星时,不仅风力最强,并且还可以施展出独特的风盾人数,七,卡尔西,小伙伴们肯定疑惑,卡尔西有啥专属武器,哎,其实还真有,那就是他老爸奇木碎帽的那把查克拉短刀,这把短刀跟随奇木碎帽打出了赫和威名,由于战斗 是此刀会散发出白色光芒,碎帽也因此被称为木叶白牙,在其死后这把短刀就传到了年幼的卡尔西手中,虽然这把刀名头很大,但毕竟只是普通武器,所以在神无皮乔之战中,这把短刀也在卡尔西的手中壮烈牺牲了,八,白,白是在不斩的随从,拥有冰盾血迹界限,它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工具被在不斩使用,并且对其十分忠心,由于白的心地善良,因此使用专属武器也是杀伤力较小的千本,绝招之一的水盾� 秘术千杀水翔,也是将水变成大量千本,并射向敌人,在剧中白的穿着样貌都十分像女性,即使名人也把他认成了可爱的大姐姐,但是官方给出的资料,他却是男性,毕竟这么可爱肯定是男孩子,九,与之波幼,幼神的续左非常特殊,因为他拥有两件灵器,八尺镜以及十圈剑,这两件都是日本神话中文明的神器,所以在火影中这两件武器也是十分强大,十圈剑可以将所次之人拉入幻术世界,并拥有将其永久封印的力量,而八尺镜本身没有实体, 但可以根据攻击的属性来改变自身属性,十圈攻击无效化,又在于使用了八旗之术的大十万战斗时,依靠这两件武器将其轻松击败,推荐这两件神器的强大,十,蝎,在火影中,傀儡作为傀儡师的主要攻击手段,阿三把他们也归为了武器的范畴,因此天才傀儡师的蝎,制作的傀儡真的太多了,光是百机操练所操控的那一百具傀儡,就已经是其他傀儡师的数十倍了,而他出场时的伪装傀儡,飞流虎,以及三 带风影的人傀儡,这些都可以算作他的专属武器,就连勘九郎的那两具傀儡乌鸦和黑椅,也只不过是些制造出的玩具罢了,我们都知道,却把自己也赶造成了人傀儡,但是他在临死前,连同富与母的傀儡一起托付给了勘九郎,因此这些换过主人的傀儡,自然不能算作专属武器,十一,伴藏,伴藏是于尹村的前任首领,生前被忍者们视作忍戒顶点,并称其为半神,他的武器是一把带有锁链的镰刀,在战斗中 伴藏会先用锁链缠住敌人的武器,再用镰刀进行斩击,并且刀刃上通常徒用剧毒,但是他最擅长的却并不是近身战斗,而是使用火盾和顺身术,以及通灵兽、山骄鱼的剧毒进行战斗,为了防止自己也身中剧毒,因此他常年戴着防毒面具,十二,史仓,四代水影虽然实力不强,但是也有着自己的专属武器,他一直随身携带一把顶端装饰着绿色花朵的棍状武器,在剧中并没有看到这把武器有什么特殊能力, 并且,史仓本身近战实力也不强,所以这把武器阿三觉得装饰效果可能大于战斗效果,比起说这玩意儿是武器,其实更像跟拐杖,毕竟这玩意儿竖起来比史仓都高,十三,奇拉比,奇拉比,奇拉比拥有七把一模一样的刀,虽然阿三怎么看这玩意儿都不像是刀,说是刺或者是剑可能更贴切,在刀到交击前,奇拉比的主武器变成是七把刀,既然能同时使用七把刀,咱们的RAP大尔是近战实力自然是不弱的,因此奇拉比也被称作八刀流,这个时候小本 可能有疑问了,八刀流为什么只有七把刀呢,第八把刀是大刀交击嘛,当然不是啊,八刀流奇拉比拥有七把实体刀,最后一把就是他萎收状态下使出的雷厘热刀,十四,金角银角,金银兄弟拥有六道仙人的血统,因此能够自如的使用六道仙人留下的五大人具,他们分别是黄金神,七星剑,红葫芦,芭蕉扇,琥珀净品,你跟阿三说案本不是西游记铁粉,我肯定是不信的,这连名字都不改了,直接就把这条老君的仙家法器照搬 因此六道仙人也被戏成为六道老君,其中哥哥金角持有黄金神,芭蕉扇,琥珀净品,黄金神会使触碰到的人吐出自己常用词汇的严林,但是严林会随当事人的说法习惯而改变,芭蕉扇可以让使用者无视自身查克拉属性并使出五种不同属性的攻击,琥珀净品是一个像毯子一样的瓶子,只要回应了使用者的话就会被吸入瓶中封印,剩下的七星剑和红葫芦被弟弟引脚持有,七星剑可以斩断敌人的严林并诅� 一般需要和黄金神配合使用,红葫芦能够吸收并置入对方严林,当对方说出了自己常说的话,或者一段时间不说话,就会被红葫芦吸收并封印,虽然这些宝具很强大,但是在使用时需要消耗大量的查克拉,因此在剧中,天天捡到这些灵器后,只是潜用了一下查克拉就被榨干了,当然了,类似于一只波斑的团扇,是与珠波家族带带相传的武器,斑和带土都相继用过,自然不能算作专属武器,大蛇丸和左舟都用过的草剔剑也是一样, 而黑帮和球刀玉是六道化的标配,也不能算作专属,不过火影中出现的武器众多,如果小伙伴们有补充可以留言,好了本期视频就到就结束了,我是阿三,咱们下期再见